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不像旧人,我是小郑 那说起这个白兰花,你就会想起小时候奶奶串的那一串串白兰花 家里的白兰花开花了呢,奶奶就会给它串起来 挂在衣服的扭扣上面,或者是别的位置,香味非常浓郁 但是这种香味并不难闻啊,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味道 那今天的小郑盆栽的这个白兰花就开花了 那它因为小郑买的时候啊,这个小苗呢,那时候已经五月份了 天气那时候已经有些热了,所以这个植株啊,为了自保 种下去之后,下面的这部分叶子都被放弃掉了 虽然现在看上去有些稀疏啊,但是完全不影响它的生长 后续呢,这些叶子也都会继续长出来的 白兰花啊,是在叶叶处开花,花朵呢,小小的是一个洁白色 后续啊,还会有花朵呢,从这个叶叶处啊,长出来 现在这些芽点,虽然是小小的,但其实都是花芽 白兰花,它每年的花期呢,大概是从六月份一直到十月份 那它的花期啊,还是蛮久的,养分消耗呢,也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但是啊,我们施肥呢,还是要注意薄肥勤施 可以每半个月左右呢,在盆土表面给它来一点淡灵甲均衡的复合肥 每次呢,少给一点,夏季温度高,肥给多了,容易烧根 然后啊,在每半个月配合一下这个灵甲均 有利于啊,它这个花芽的分化,能让它更好的开花 那白兰花醒光,但是却怕暴晒 所以夏季呢,我们养护这个白兰花,要注意给它滋阴养护 否则过墙的光照,非常容易啊,就把我们这个叶片给剥伤了 其他剂节呢,可以直接放在室外养护 白兰花呢,是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 但是也要注意啊,避免积水 盆土过于潮湿,或者是长期过于潮湿 就容易导致它这个根系,呼吸困难 出现黄叶,掉叶,甚至是烂根的现象 那平时浇水呢,我们可以等这个盆土表面稍微干了 再给它浇透水 还可以呢,经常给这个叶片表面喷雾 喷雾呢,不仅能增加空气湿度 还能清洗啊,这个叶片的表面 以免呢,它积灰啊 夏季温度高,我们每天都需要给这个盆土浇水 那暴雨天气呢,夏天也多 如果遇到暴雨天气,我们要注意及时排水啊 避免它积水,那么白兰花是喜欢酸性土浪的花卉 我们浇水的时候可以每个月啊,混合一次硫酸亚铁 一比一千的比例 尤其是北方的花油啊 这样呢,有效的避免缺铁性黄叶的发生 那养护白兰花呢,还有一个小技巧 花枝我们可以尽量避免淋雨 因为淋雨啊,会让这个白兰花的香味啊,变淡 反而你如果光照越充足,它这个香味呢,就会越浓越 今天啊,关于这个白兰花